大家都出來劈腿 大腿很緊啦 沒有 劈不了啦 其實千說萬說都XXX 上船錄下來的感覺怎麼樣 累啊 但也很開心啦 因為我們最後還是有達到我們家的目標 大家到十元港 整個過程我覺得是很像團體生活 然後一直一起打兵 為了目標再做大事 這樣是感覺是很棒 有遇到什麼運動傷害 有什麼膠麻 然後就是破皮啊 但這些對我來講就是一些小事 因為我體型的關係 我真的要比較多的時間去克服 盡量不要讓船流太多的晃動 所以對我來講 運動傷害可能就是肩膀痠這些 但沒關係 或者開到今年 所以附近也蠻內容 就可能曬得比較黑一點嘛 就脫皮 然後現在都是要去保養臉而已 不然我剛開始練的時候 我花了蠻多時間去日月潭 找那邊的國手 對啊就強迫他們陪我練 大概有算到大概幾次嗎 二三十 二十次有啦 至少二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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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就是得知之前 先生子也會夾花嗎 夾花 夾花 夾花的了 其實也沒有辦法說 你不滑 然後你坐在船上 就會比較舒服 沒有 其實你要滑獨木座是最舒服的 我們在船上 大家吐的 真的是 人羊麻煩 被傳說 好像有人幫你滑 又帶滑 這滑 滑不了 誰想滑 或是有人後製剪接 這剪接不了啦 這腳滑不了啦 那還有其他的實境節目邀約 就是 好像多彩蛋 會不會講像那個 大家都出現劈腿 卡腿很緊啊 對啊 我們現在運動到一個年齡 身上那麼多運動 山脈 哭不了啦 我們是很執著的做在 是現在專屬裡面做的 所以你是不是 是招待對當地 我不知道啊 姐 有說你很沒禮貌 這件事情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我現在其實沒有看到 因為我現在小孩太多了 我三個小孩 然後我現在又開學 每天在忙小孩的事情 所以有因為這樣 跟另外一個節目的節目 是會這樣會有關係尷尬嗎 不會啊 我人很好欸 因為對我來講 就是反正當下做好每件事情就好 在聽節目的話 會特別定義 你不要再撞在一起 我這個東西是要 到時候就請經紀人 要不要到處理一下 其實前座外座都是經紀人 不要剛好今天經紀人 還有有來啊